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 幼化的水彩零基础入门小课堂 今天教大家画一个超简单的 零基础也能学会的 留白胶小出去的画法 那么今天要用到的一个技法 就是我们的一个留白胶 留白胶的技法 在之前的课程中我们有讲到过 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工具 或者是不常用的毛笔去涂抹留白胶 那么一定要注意 在涂抹留白胶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在干底上进行涂抹 那么刚表白纸的这个纸 一定要等它完全干透了 我们再去抹这个留白胶 那么可以把留白胶挤在画面中 用我们的这个工具 或者是废旧的这个毛笔 去进行一个涂抹 涂抹了之后 我们一定要等颜色完全干了 我们才能用猪皮膏 或者是比较硬一点的橡皮 或者是我们的小手 把留白胶给擦下来 好 那么在上课之前呢 我已经把留白胶涂抹好了 因为留白胶干了需要一定的时间 所以我提前做好了准备 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 给这个小出去的背景进行上色 那么今天主要用到的一个技法 就是一个湿化法 同时呢还会用到一些干化法 进行一个细节的塑造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首先呢我们选择一个大一点的刷子 去进行一个拼涂刷水 那么我们已经涂抹了留白胶 就不需要担心 我们的这个水或者是颜料 这样涂抹了之后呢 我们就不用担心留白胶 好 这样涂抹了之后呢 我们就不用担心留白胶的位置 会被我们的水和颜料给破坏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大一点的刷子 去大胆的去进行一个铺水 铺完水之后 我们要测试去看一下 有没有哪些地方 没有被铺到水 一定要再去不救一下 那么因为我们的留白胶 留出来的这个小出去 它是一个白艳色的 为了让画面的效果更加突出 明显 那么我们的背景 会用到一个深色 来衬托我们的这几个小出去 那么我们先去用黄色 给它做一个底 我占取了凉黄 中黄 少量的水 去大胆的进行一个铺色 那么大家在铺色的时候 可以大胆一些 只要搭配的这个颜色 是比较舒服自然的 就都可以用上 那么还可以加一点点的一个橘色 让画面更加的丰富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用到一些绿色 我占取的是永孤浅绿 还有中绿色 加适当的水 那我们直接就大胆的摔上去 那么黄色跟绿色是零镜色 所以说这两个颜色搭配出来 不会像对比色那样互相排斥 颜色也不容易去混脏 那么大胆的就刷上这个绿色 那这个时候的一个关键呢 是小出去遇到这个边缘的位置 我们一定要在坐底的时候 给它涂上 就是这些边缘的位置 我们一定不能忘了 这样的话 才不会在留白胶抠下来的时候 显得有些突兀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第一遍的底色就不好了 颜色是相对要淡一些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要用吹风机 把这个颜色吹干 我们再进行下一个步骤 那这个时候我要开吹风机了 好 现在第一遍的颜色已经底色干了 那我们现在同样还是需要 重复我们刚刚的步骤 来加上我们的一个背景颜色 让对比产生更加的一个明显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把笔刷干净 占取清水 重复上一步的步骤 先打湿我们的这个画面 但是这个前提呢 是必须等 我们的这个底色刚刚被吹风机 完全吹干了 那么如果你有很多的时间的话 你可以不用吹风机 自然等它干 刷水的时候同样时要注意 我们要测着去看 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地方 我们没有刷到 一点是我们要注意到的 那我们水刷了一遍之后 我们现在开始继续的重复 刚刚的一个步骤 加深 那么黄色我还想让它更加的亮丽一些 更加的出一些对比效果 那么我还可以再继续的加黄色 那么在画的时候就可以大胆一笔 可以用点染的方式去点上去 那么在绿色的范围内 也可以点染一些黄色 让画面做到一个统一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用到绿色 这个时候可以不用涮饼 绿色里面可以加一些褐色 这样的话颜色能变重些 并且终于浑脏 我们可以把这个笔稍微立起来 去这样去画 制造一些树干的一些激励 那么画这种画的时候一定要大胆 这样才能产生一些 意想不到的激励效果 如果太过于拘谨的话 有些效果可能会出不来 同样是我们在画到小数据的边缘的位置 可以给它适当的加重 因为这个边缘的位置一会扣下留白胶 如果你没有涂到的话 那么它的效果就会不自然 这个一定要注意到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笔去给它甩上一些激励 那么我们可以甩上一些橘色 水分和颜料要控制的好 水不能太多 水太多的话 我们甩上去的时候就是水痕 颜料的效果会出来 我们可以甩一点在这个黄色区 好 颜色会慢慢的炸开 那么在这个底部的位置呢 它现在颜色还没有干 那么我们还需要给它稍微再加重一些 可以再调和一些褐色 再加一点黑暗灰 只要底色没有完全干透 只要底色还是湿润的状态下 我们就可以给画面进行一个调整 那么如果底色是半干未干 或者是已经干了的情况下 我们就必须要等它完全干了 才能进行下谷 为了让效果更好 那么要更加大版的用一些重色 用一些灰色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再等它干 干了之后我们再进行第三步 这个时候还会用到我们的一个吹风机 那么在用吹风机之前呢 我们因为底色已经有些颜色了 我们可以用指甲去刮出来一些泛白的一个效果 好的 现在这个画面已经完全干了 那么我们还需要再给它的背景进行一次渲染 那么为了防止我们在第三次刷水的时候 这个笔来回摆动 容易带走一些只是表面上的颜色 那么我们可以选择用烹壶进行打湿画面 那么现在我们开始操作 打湿完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继续重复我们刚刚的一个步骤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换一个稍微小一点的笔 去画上一些不一样的机理 同样是绿色 少许的褐色 加住 那么我们还可以加一点点的这个泰气门 我们继续的加住我们的一个画面 你可以把它比例起来 画上一些类似数字一样的机理 因为我们发现水彩的颜色 它会在你干了之后颜色会变浅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画的时候 适当的把我们的颜色给我们的预想要加重一些 这样等它完全干透了时候 就是我们所想要达到的一个画面效果 那么绿色如果画太多的话会显得有些深 我们还是需要加少许的这个红色 在这个绿色里面的味道点燃一下 那么红色的绿色是护骨色 用的时候一定不能大面积的去使用 这样画面颜色容易变脏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去再甩一些颜色上去 丰富一下我们的画面 我调和了一点橙色 加上一点的这个橘色 进行一个甩色 因为底色没有干 那么现在我们同样是把它出现 现在呢这个底色的颜色已经干了 我们刚刚是在湿地上甩一些颜色 现在我们需要在我们的一个干底上去进行甩色 同样是为了丰富我们的一个背景 那么这节课的重点呢 主要是对背景的一个制作 那么在画小画的时候 它的对比才能凸显得更加的明显 那么我们同样用到的是我们国画中的一个泰白 因为我们摄下中的这个白色覆盖力不小 它的透明度太高了 所以说我们基本上要用到白色的重用的是我们的一个国画的泰白 那么我们可以挤上一些泰白上去 用少许的水去进行一个调和 我们可以甩上去一些银剂 我们用这个文化的这个白颜料 甩上去一些的这个白色 那么我觉得这个白颜料还可以再多加一些 让这个能度再高一些的甩上两笔 这时候我们还可以用到我们之前用到的一个刮刀技法 用小刀去刮出这样的一个机理 那么刮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用一些 那么纸稍微会有一些些的破损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是300克的纸 它的这个纸是足够厚 我们可以刮上来一些白色 用来封锁的一个方面 好 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再吹一下 我们把刚刚的这个白颜料吹干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可以进行我们的一个擦牛排胶的步骤 那么一定是刚刚已经完全吹干的状态下 我们再用这个猪皮膏去擦掉它 好 擦掉到这个留白胶就 它就留在了我们的这个猪皮膏上 我们把它直接就扣掉就OK了 我们继续来擦一下另外一朵 它又变成了这么一朵 我们把它扣掉 继续擦下一朵 擦牛排胶是一个很爽 但是很累的一个步骤 好 那么这个时候留白胶基本上已经擦干净了 我们再检查一下画面 看有没有哪些地方的留白胶没有擦干净 好 那么这个时候留白胶已经彻底的擦干净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画我们的一个小厨区 那么小厨区中间的这个颜色呢 它是一个黄色 那么我们占取这个柠檬黄 我们直接给中间的这个花心的位置 给它涂上柠檬黄跟中黄调和的这个颜色 那么这个时候为了让它中间的颜色有少许的一个变化 我们不用涮笔直接占取这个橘色或者是橘红色 可以加一点点的橘红 珠红 在下方的位置我们给它进行一个暈染 那么这个步骤也是趁刚刚的这个黄色的底 没有干的时候我们进行这一步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开始画小厨区的一个花瓣 那么虽然小厨区的花瓣是一个白颜色 但是它同样是有暗面的 那么暗面的阴影的颜色我们用紫色蓝色为主进行一个调和 那么我们可以用到少许的一个紫色 还可以再调和一点太行蓝 那么如果颜色稍微有些重的话 我们还可以再加一点点的培恩灰 但是在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水多一些 颜料的比例少一点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调和 一点点的一个紫色 再清完 少许的一个培恩灰 那么这个颜色它是比较重的 我们需要加水 调和一个适当的很浅的笔定的暗部就可以了 好 那么颜色调好之后 我们就给这个小厨区的花瓣进行一个暗部的塑造 那么这个时候手边可以准备上一张纸 清一下笔定的上面的颜色 颜色呢 如果浅了我们可以一遍一遍的去加重 那么如果颜色一开始就怪的太重了 那么我们会很难的去弥补去修改 那么对于初学者的报告来说 我们可以从浅色到深色一遍一遍的进行一个干化 那么一定要注意这个小数据的白色花瓣 不能全部的出成一个暗部的颜色 那么这样我们留白的意义就不存在了 我们只需要加重它的一个暗部的颜色 那么两半花瓣之间可以拿这个颜色进行卡一下 让它有所区分 好 那我们继续画下一个 好 接着我们开始换 下面的一个画报 那么这个步骤呢 只是我们一开始区分出来 我们花瓣的一个暗部颜色在什么位置 那么最底下的这个花 最底下的话因为它在最底下暗部 那么它的这个暗部的颜色要比上面这几个花的暗部颜色要稍微的重一些 有所区分 好 那么我们现在继续回到这个花瓣上面 我们在这个花瓣上面呢 继续给它加重一下啊 同样是最上面的这个我们也是给它加重一下这个暗部的一个颜色 那么我们现在花瓣位置的一个暗部颜色也是等它干了之后 现在已经基本干了 我们还是需要给它加重 强调一下它的一个体积关节 那么这时候我们会用到一点点的一个褐色 加少许这个橘色 直接点涂在我们的一个花瓣的一个暗部 最终的颜色还可以再加一点点的一个红色 现在我们需要用一个小一点的笔 那么用这个构线笔给我们的这个花瓣两边中间的一个位置 靠近花线位置加重 因为我们刚刚用到这个刘白胶 那么刘白胶的这个边缘还是会有一些不是那么自然 那么我们稍微需要靠近这个暗部的地方 颜色要稍微加重一些 那么同样我们用到的是一个绿色 加少许的这个褐色 可以再加一点的这个盘灰 那么主要还是以绿色为图 我们只需要强调一下两个花瓣中间的这个位置 我们只需要强调一下这个位置 但是一定要自然的去进行过渡 我们可以同时准备一个清水饼 用清水稍微晕暖一下 这个部分预测一下 很多个花瓣中间的方法 那么多个花瓣中间的进行 我们最后要做的这个东西 大小的花瓣中间要去拿整 所以那就出现了 我可以拿到这里 可不可以拿一拢 来把这种花瓣中间调也不放养 这种花瓣中间调点 放到会儿走 讲掉了之后呢 我们这个花朵的这个花瓣 它会更加的突出 更加的明显一些 那么如果你一旦颜色稍微化 有些重了或者是哪一笔出错了 我们可以立即的用几个指 把这个颜色一切 也是我们之前讲到的一个技法 好那么其他的几个 也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 进行一个加重 好 继续加重这个颜色 最上面的这个边缘 它因为是黄色的 我们就不能用刚刚这么重的颜色 我们可以调和一点这个橘红色 橘色比这个柠檬黄 只要稍微重一些 能凸显出来就好 那橘色太跳了 我们还可以再加一点点的 这个黄色 加少许的这个褐色 也是可以降低它的一个程度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还需要再给某一些花瓣的这个边缘去照染一点点的这个黄色 让它跟背景稍微融合一下 让我们这个六块销 才不会显得更加突兀 那么直接淡去这个柠檬黄 加少许的这个水 我们就可以直接的照在一些椰子上面 营造一种水彩的这个空气感 也是我们之前所讲到的一个照色 少许就可以了 那么之后呢我们进行一个调整画面 看哪些地方还需要再加重 哪些地方还需要再修改 我们再完善一下画面 我们的这个一幅小处许就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我们的这个地方还需要再加重 好,那我们的这个小厨局就基本完成了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去给它进行一个撕胶带 好,那么这么一张小厨局就完成了 其实并不难对吗 那么非常感谢大家观看了优化本期的一个零基础视频 那么我们总共的课程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大家喜欢上了这个可爱的画种 或者说喜欢上了我 那么建议大家来优化系统的学习一下 如果我们进入我们的一个系统班 进行一个知识讲解 会更加的一个全面详细很多 学习进步会更快一点 好,不多说了 感谢各位的一个陪伴 那么我们本期的全部课程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